共同理念 全民發聲 MyRadio2011 每星期晚10至11點半 MyRadio強勢出擊 人民力量又跟大家見面 今天就很特別了 我請了兩個很特別的嘉賓 大家都認識 有多特別呢 在這個節目來說很特別的 因為我們過去的這個節目 都是搶教授、議員、弱勢團體 來講講各種社會的議題 今天也是講社會議題 但今天的兩個嘉賓在我左邊就是 人網的CEO 就是萬必 在我右邊就是宇洋 有個說法 宇洋就是人網背後的CEO 不要亂說話 這個問題也可以做一個引子 有些人 諸事八怪、聊事鬥飛的人 就會覺得奇怪了 萬必來了香港人網 大約一年鬆一點 有些人很少而已 宇洋就為人網 扣心扣命 又不出糧 做了大義工 做了很多年 我有出糧 主持糧而已 居馬費 居馬費 那些不是糧 那些不是糧 不過我比較好計算 因為我一星期五晚 我也說人網的居馬費 我住得遠 坐的士回家也不夠 即是來回不夠 是 一程也夠 那些多事友就說 為何不是找宇洋做CEO 找萬必 還打電話給我的同事 即是想扮一下 究竟背後有甚麼玄機 那今天要澄清這問題 這個一定要 陳根究底 即是了解究竟 為何是你做 而不是 居洋做 是吧 那些網友不捨得再猜測 是吧 那要開股了 為何不是你 為何不是 為何不適 其實你應該問蕭生 其實應該是 宇洋推薦我給蕭生 為何你要推薦 你是不是弄鼓他 當然 讓他哄他 當然 你看 現在隨便說說說說買高燈 都成為城中熱話 接著有這麼多訪問要做 就是這麼多很滾的東西 好像在一個很熱的廚房間 我還不走出來 因為這樣而贏了匯豐 大哥 我多自豪 大哥 你想想我們可以贏到匯豐 也是吧 最近的市場比較緊張 即是大家 即是放暑假 那些財金的專財 就少點上去炒股 我們常說 現在這個數字遊戲 即是數字遊戲 譬如到了9月 馬會 又開始賭馬、賭球 馬會可能又會飆上來 說回來 為何你要推薦 可能老蕭是覺得這樣的 即是林宇揚 我不讓你做CEO 你都會繼續做大義工 即是可以滑就滑 可以剝索就剝索 蕭先生之前有跟我談 即是請一個有兩個 即是請一個有兩個 賣一大一 蕭先生之前有跟我談 即是關於人網 還有其實還有另外一些發展 即是譬如他在講 Apps 即是做iBook Apps 那些 說了很久的 你又比你做CEO 不 是整件事 即是連香港人網一起做 那我就覺得 我的中文水準不夠好 有關係 真的 請個秘書中文好就行了 不行 這是其中一件 另外就是 我始終都是那些攝影派 是 他自己有很多生意要打理 即是你不想有固定的責任 固定的工作 是 還有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意 所以我也不想 放下自己的生意 放下所有事情 為何你自己有生意 有這麼多時間 買人網友 要跟網友 那我做大老闆 CEO就是那個意志去指揮 那我比較幸運 我請到一些信得過的staff 可以大部分事情都交給他們 即是你自己有主要的生意 經濟就無憂 所以這個純興趣就是人網 很多年我們在人網 耐過我們很多人 加起來也不夠耐 加起來也不夠耐 其實我不是很耐 我原來大概一年多一點 我年多 對 我不夠兩年 一年多一點 其實我真的入香港人網 是08年的夏天 6月的時候 其實不是很耐過 三年了 三年了 一半時間了 人網六年了 一半時間 我都沒有問過你 為何你會跟人網結緣 其實我講過很多次 這個在自己的節目 如果大家未知道 我再說一次 就是我記得 2008年 即是4、5月的時候 Mark 正在幫蕭生手 做大把戲 做大把戲 還有蕭生手 正在做電影的Mark 就打給我 問我 肯不肯來香港人網 做一個音樂節目 因為當時 我想是剛剛跟人民台 分開了不多久 然後又想多元化一些節目 就想問我 做不做音樂節目 我從來都是做音樂節目為主 他問我的時候 我都立刻答應 基本上 我只是問了一個問題 可能大家也想知道 你知道我問了一個什麼問題嗎 又不是錢的問題 肯定是錢的問題 我只是問 其實香港人網 和社民連有沒有關係 我當時也是第一個問題 如果有又怎樣 沒有又怎樣 有就不來 有就真的不來 有就拒絕 不用問 如果他說 其實是同一個組織 我真的不來 因為撇除了當時 我還有公民黨 我都不想做到一個 黨台 不是 我用了兩個字 可能很難聽 就是盧君 我不想像這樣 只是可以把一些 無產階級 那些什麼 自取威虎山 八毛女那些 經典歌曲 就是好像 娛樂給社民連的會員聽 我不是很想的 然後後來 Mark就說 請你看我都知道 怎麼會社民連 你當時 也有這個 誤解或是概念 很疑惑的 因為兩個很近 很近 旭文是其中一個掛稅 當然 後來就發覺 其實是兩個 獨立 但是緊密的聯繫 我覺得 也可以 而且我和 Mark 又或者蕭定一 蕭若元之前 也有交情 這些事情 無所謂 意無反顧 為什麼由音樂 慢慢演 演出這麼多 這個 管理層 政治 管理層的工作 或者智囊 不要管理層 我一向都是公民黨的 我2006年已經是公民黨 我是創黨黨員 當時 那時候 有一陣子 又沒有工作 又 不如 幫助A45條 公民黨很失敗 沒有利用你這個身份 將人網發展成為公民黨的喉舌 不是 這個要說 可以說 現在MyRadio 不可以說是人民力量的喉舌 但是起碼都是 有直接關係 其實可以這麼說 很多事情都是靠MyRadio 幫忙做一個 那你當時有沒有請公民黨的人來做節目 幫他們開 我沒有 我剛來的時候 就是2008年 那時候我還未退黨 我還是黨員 其實由2006年至2008年的時候 我是有幫公民黨做了一個CP rap radio 但是當時做得吃力 因為當時 其實搞一個電台 或者搞一個網上的節目 說容易不容易 說難不難 但是我總不可能一個人 做了這麼多晚 那你總要分一些出去 那有一些 譬如地區工作者 就是每個支部 有些地區工作者 都找他們來做 但是他們 可能又不是太專業 而且始終都圓 可能有些在元朗出來 彎仔錄音 那他們 你知道 你明白我講的 那我都說 沒有所謂 做就做 最主要是分給各個支部 大家都有軍等的機會 另外其實 我覺得最深深不分的 其實我覺得可以做好些的 就是譬如那些大狀 或者那時候的領導層 其實可以做多些 但是有某一個大狀 就說 我覺得很浪費時間 做這些 我不會做好 我覺得當時在公民黨其中一個 我可以貢獻最多的 就是做網上電台的一件事 但是 除了毛孟靜有幫忙之外 或者很主力去幫忙 就是幫忙聯絡嘉賓 又或者很支持這件事 之外 其他人都好像 不太著意 因為如果你說網上電台 這麼多的政黨政治團體 公民黨是最早做得最有系統 民主黨都很早的 他們有個飛甲電台 但是 我不知道 公民黨之前的前身 就是那個A4層 然後他們有做開的 那時候有些人幫他做 然後後來就變成公民黨 變成公民黨的時候 就想做好些 變得有系統些 但是 始終 其實做來做去都只有我一個人做 變成你很多幕後的事 比較吃力 所以搞了解 你說做網台 可以很簡單 一支什麼一部電腦 人人都做得 在家裏做得 在辦公室做得 但是要涉而不捨 就是自己要做出一個趣味來 亦都可以感染到你身邊的人 一起去做 又不是那麼容易 如果那麼容易 應該各個政黨 都有個王牌網台之下 對 就是他們需要勤勤 而且我也明白 大狀他們都比較忙 一個小時計算是很貴的 是啊 你來這個人網的時候 就在2008年那段時間 那時候也是剛剛起步 開始觀眾群穩定了 那時候開始有一班 其實開始轉移了一些 整個人網的品味 開始轉移了一些 以前就很硬 純粹一兩個節目 就是聽 然後我來之前 其實已經開始設定了 譬如潘紹聰已經加入了 香港人網 那就變成了有一線 即是說鬼故的節目 即是靈異節目 其實開始已經慢慢變咒 我也是其中幫忙變咒的人 那時候的觀眾群的人數 和加比是相差多遠 相差很遠 排名的時候有沒有看的 你們 有多少名 幾百名 有不能排名 也有五十多 我不記得了 這個要檢查才知道 但是看到近幾兩年 就不斷在升 這個是升得 我都說又升 還能不能去的 那時候 老蕭有老闆又是CEO 你們幾個工人 其實 誰管理 你跟老蕭談 即是你跟老蕭合作過 你都知道 我沒有跟他合作過 我遲些都是來講話 其實你已經跟他合作 因為他的做法就是講話 他就是講話 其實坦白說 我很怕跟他開會 哈哈哈哈 他經常在講一下這些 然後又自己在講一下 別的他認為好事 哈哈哈哈 也是 我也可以說這個點 就是 蕭先生每天都會有巧道 是的 但是他那個巧道的時候 究竟是真的他很想去 全心全意投入資源去做這條巧 還是隨口說一下 是 但是有時候真的 你是需要這些人 有這樣的膽量 有這樣的能力 他說那條 如果我們說那條這樣的巧 可能叫糞巧 但是他說那條巧 他可以全力進行 那可能有機會成功 蕭先生的做法就是 就是他想很多東西出來 跟著我們在下面 就是我們有份實行 就是我譬如當時 就是最早期的 可能我和Mark在那裡 就在想著 實不實行得到 如果那個蕭若元理 就做得到 我們平時下面的人 沒有其他人做到 不過你又要佩服 蕭先生一樣東西 就是他的想法 很天晚行空 但是很多時候 他真的做到給你看 是 就是譬如我講的 第一年我們做 七一大遊行的直播的時候 那時候就是講 喂不如我們事先 跟遊行路線 沿途上面那些單位 就溝通好了 然後我們放一些大喇叭 在上面沿途可以播 雖然那個效果 就未做到當時 我們最想做 但是 即六七成其實都有 那他真的做了出來 嗯 變成那件事 你就覺得 你好厲害 嗯 這個就是難做 但是好玩的地方 就是很多幕後的同事 都覺得 怎麼做 但是事後又好像做得到 但是你要人力資源 所以都放很多 你要找人去找 然後要 對 還要上去 各個住宅 商戶 那裡 去遊說 給你擺喇叭 我平時就不聽網台 其實一直都不聽 如果第一次接觸香港人網 可能就是七一遊行 聽到那些人打電話 上去封煙 又有廣播 全條七一的路線 這樣 這個就是 我記得應該是2009年做的 第一件 就是比較空洞的事 那你進入了這麼多年 都仍然都是 半義務 或者是純義務 聖則 大義工 到今天都是大義工 你可以這樣說的 好像王正在亞視 還是大義工 上市有沒有答應了 起碼有多少股份 老蕭說有 他說上市分別 分些紅利 那要拼命 不是 口德聽眾也有 他說 他說我有 那我就謀著那些 OK 他就被Mark捉了 我還轉奇 我是非常轉奇的 自己摸進來的 當然不是 第一 我知道有香港人網 就是這個概念 但是從來沒有真正去聽 我2007年尾離開新城 離開新城 我就去日本出家修行 我沒有想過再做電台 也不肯 不肯開麥克風 一直都是做一些佛教的音樂 和佛教在內地的寺廟發展的工作 直至 其實是去年的事 也是去年的事 2010 不是 即是開始接觸人忙 去年的事 即是2010 比較少時間 時間鬆動 當時 我記得是五區公投 我看到陳淑莊 每個星期都要 站街 那我就呼吸中間的朋友 問一下我有沒有空 需要不需要幫忙 那我就下去 幫她 派一下彈章 這樣 這是一件事 第二件事呢 就是 就是要感謝商台和文建聯 去年年中 商台和文建聯合作 十八同仁愛樂區 都引來很大的迴響 那時候 快必他就在青台工作 那一集節目 就有個專題叫我上去 就是聊一下 因為我們 就是 做了商台這麼多年 我們又在商台長大的 那都是愛之心窄之切 所以那一集就窄得很厲害 那之後呢 林宇洋先生好像沒有聽過那一集 沒有的 現在也沒有的 他又想做一個節目 想去追擊 這個 叫十八同仁愛樂區 就是文建聯和商台合作的節目 那有一天下午 我記得是星期三 什麼夜晚 夜晚 一晚收到一個電話 就說他是林宇洋 那我不認識他 又沒有聽過節目 他就說 想找你做嘉賓 做一個節目 那我幾點鐘 半夜兩點 你也不敢當 知道你一定有空 兩點鐘 其實之前有溯過 其實萬B現在做的 好像沒什麼特別 你做 這個電話就打吧 我一天從來沒有上過人網 在哪裡都不知道 但是我最好笑的是 我以前是住在東方188那裡 跟人網是很接近的 是 但是我一直都沒有跟人網的任何瓜葛 直至我搬到西貢之後 他才打電話來 現在後悔了 搬到西貢 兩點鐘上人網做特別嘉賓 做個特別節目做到六點鐘 不過這個節目當時也做得很開心 都成為了 這個網台歷史上的經典 有網台去追擊一個主流傳媒的電台 而是成功 叫做成功 很多報道 很多聽眾 有聽的時候都覺得 我們好像做得比他們好 你不是只坐在那裡 你要出去 我不用 你不用出去 其實 當未開始 十八童人愛樂區 還在醞釀的時候 其實我已經打算去追擊他們 因為我受不了 王永在那裡說話 他那些很歪理的事情 我就覺得不行 一定要先找馬草黎 因為當年的追擊 其實不如這樣說 我覺得十八童人愛樂區那一節 或者一切從今天開始 我覺得追擊 是在那時候蒙生的 這個詞 這個詞 因為我記得當時 我看了追擊兩個字 我不懂得讀 他不懂得讀嗎? 他講的 我講的 然後大家就從此用他追擊 這個詞 聽到之後 我決定要做 我第一時間打給馬草黎 你認識他的? 不認識 人網認識 人網的人認識 因為他上來做過嘉賓 人網找到他的聯絡 然後我就打給他 做不做 然後他說可以做 不過我就說 第一個星期不做 第二個星期才做 因為第一個星期 看看他怎樣做 雖然我們做過這麼多年電台 我也不懂得做 不懂得做追擊的節目 是怎樣做的 還有他們究竟用什麼震 他們怎樣玩 所以都要先聽第一次 所以我們在第二個星期做 在不做之前 就是因為萬筆上去 和快筆做了 上了青台的節目 得著人多 稱呼人少 開始在人網 討論區有些人說 就說 不如找萬筆做節目 我看了個帖子 然後我旁邊就有個同事 我同事以前也是 新城幕後的 然後我說 你有沒有萬筆電話 他說有 好像 即打 即打 約人家兩點來做嘉賓 還有最好笑的是 當日除了找萬筆之外 也找了很多人幫忙 譬如穆賴光 還有金賴 不是金賴慧 范國威 等等 聖事醫生 聖事醫生 當時也沒見過聖事醫生 他當然是追擊隊 是啊 當時也沒見過 就算做完節目也沒見過 是啊 整件事 你說計劃了是有計劃的 但有沒有計劃得這麼仔細呢 又沒有 很多是自然發展 有些人就自然加入 是啊 譬如其中我們追車那些 不要說追車 就是跟他去哪裡 其實當時我也沒有想到那麼細節 只不過是 當日其實我們借了蕭定一輛車 那為什麼可以借到他的車 和他的司機呢 就是因為他的司機當日 就是最後一天 就是最後一天 然後我就跟老蕭說 可不可以借他一用 然後後來幾個電話就說 好吧他借給你通宵 然後他第二天就不用上班 就是這樣借了出來 然後就 餘下再發展下去 就是譬如我們 沒有想過是做十幾二十集 這個又是搞笑的 然後做完一集 嘉賓做完就走了 然後他就說下個星期你來不來 繼續,有霸不難 對,因為我真的打算做一晚 打算做一晚就下班 因為事情是很難做的 做完第一天就知道 但是很成功,反應很好 對 還有很過癮 很過癮 追的人追得很過癮 還有最重要的是原來真的有人聽 或者你在檢查室 晚上都有一千人 只是檢查室 你還沒說光聽 大家就覺得不如做吧 所以其實… 但沒有說籌報的,很有趣 那時候是居馬費 我到今天都沒有 大哥 有請你吃早餐的 是… 有請你吃早餐的 請了一次 好過我一點 你那個香港人網那邊 是可以給你句碼費的 很可憐的 其實當日我 逢星期五做的 這個節目 我是晚上開了麥克風 做完五個一夜情之後 接著還要下通宵的 我很累的 我下午要教書 即是你回到家都… 七點多、八點 分兩小時又不出來 那有甚麼刺激到你 下午深夜兩點 直到凌晨六點 仍然有挑戰性 也不是難的 這不是難的 因為除了晚邊是商台之外 我也是商台 我以前簡直是做一切從音樂開始 我也做過一切從音樂開始 你做過多久 我做過多久 那我一個星期做一晚而已 我一個星期最高分是做三晚 做了三年 好 所以有那個心 對商台的感情 對…愛之心、責之切 對民間聯益也有那個憎恨 還有不要緊 我們是晚上人 我不是 我是晚上人 我是日頭人 所以我沒所謂 夠不夠力 我最記得就是 剛剛跟萬必做的時候 一直都沒見過 第一次見到他就是開麥克風 跟他做了一小時過的節目之後 我馬上打給Mark 然後說不行了 你快點上來接力做 我不夠啊 萬必 萬必很搶 我沒有力氣跟他做 剛剛做完一個多小時的節目 再來又晚了 只有你們兩個做主持嗎 最初是 後來就叫Mark 然後三個人一起做 然後就 星視醫生 馬草黎 他們有些落區 就落區了 他們落區 有些人在 是的 那次都是 正如萬必所說 都真的成為 網台或傳統電台 一個經典一役 是的 但是去那裏斷了 你們就沒有了 那裏 然後就停了 噢 他們剪了之後 我們都隨即就說 不如我們也不做 因為真的太辛苦了 辛苦得太厲害了 那就是 那個經典一役 終於就打倒了 湘台和民建聯這個 這個 實在罰得太少了 只是罰一閘的錢 那我們休息回來 就會再跟兩位談 怎樣跟這個 追擊民建聯 就是 之後 然後 在這個 人網的發展 就是怎樣 日後做到CGO CEO CEO 不是CGO 真的 CGO 就是政府的 政府總部 好 我們等一下回來